大和国也被称作窝国 中国唐朝时期才更名为日本 大和国发迹于现在的奈良县 三世纪奈良地区各豪族争雄 最后的强者成为蒙著 也就是窝国大王 大王就是日本皇族的祖先 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天皇的称号 四世纪末大和刚刚统一日本列岛的南部地区 就迫不及待地将魔爪伸向了朝鲜半岛 此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时代 高沟黎受到鲜卑慕容式的持续摧残 不敢染指中原 只好南下扩张 新罗随即投靠高沟黎 百计孤立无援 饱受高沟黎的百般欺凌 所幸引狼入室 借助窝国势力对抗高沟黎 369年 窝国占领变寒 百计也很贴心地成为了窝国的朝共国 399年 百计再次充当带路党 协助窝国占领新罗 高沟黎的势力受到威胁 干脆与窝国撕破脸皮 402年 高沟黎击败侵占新罗的窝国军队 两年后 窝国再次入侵 又被高沟黎击溃 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实力 开始衰退 但依然占领朝鲜半岛部分地区 军事上没有达到目标 窝国改变策略 主动向中国朝共 想借助中国的权威 来巩固窝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 413年 窝王赞首次向东晋朝贡 420年 东晋被刘宋取代 中国进入了南北朝 窝王赞 真 济 新 吾等五任大王 先后向南朝刘宋皇帝请封 希望获取 窝国对朝鲜南部的军事管辖权 宋帝对窝王的野心 还是有所警觉的 直到451年以前 只是册封窝王为安东将军和窝国王 没有答应窝国对百计的管辖权 窝国不死心 继续向刘宋之后的齐朝 梁朝和陈朝讨封 也先后获得了镇东将军 镇东将军和窝王的绝号 最终没有从南朝获得占领朝鲜的认可 于是窝国断绝了与中国的联系 直到120多年后的隋王朝 五世纪末到六世纪 大和基本完成日本统一 并建立起了全国政权 和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制不同 大和的政治体制是世性制度 大王不直接拥有绝对权力 而是依赖中央和地方的士性贵族来统治全国 这种带有原始社会特征的政治制度 越来越不适应大和国的稳定发展 随着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激化 豪族势力间不断火拼 到六世纪末 只剩下苏我士与悟不士两大士族掌控朝政 并继续相互伤害 在苏我士和悟不士相恨相杀时 佛教开始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日本 四世纪 百计为了对抗高沟黎 除了与大和结盟 还积极向中国南朝朝共 384年 百计从东进引入佛教 552年 百计的圣明王 向当时的窝王 也就是清明天皇 浸现了一些佛像 经论 翻盖等佛教物品 并上表赞扬佛的功德 佛教的引入 立即遭到以物不士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 而自由派的苏我士 支持佛教传入 窝国大王其实没什么实权 无法决定是否要信奉佛教 只好把佛像赐给苏我士 为佛教在大和的生存留下了一丝希望 然而关于重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苏我士和物不士表面上为佛教问题互不相让 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权力争夺 残酷的政治斗争才刚刚开始 谁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我们下回分解